如果说谁能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对我们不离不弃 无论我们贫穷富贵都会一直爱我们照顾我们 那这个人一定是我们的母亲 的确过往今来关于母爱的传奇事迹也是多的不计其数 就比如说今天将要为大家介绍的92岁老母临终前 担心三个支架儿子挨饿 韩磊为他们留下千金粮食的故事便是其中的典礼 本期视频即将开始 各位新来的观众朋友不妨多多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位母亲怎么会有三个至架儿子 在其去世后他们又过得怎么样呢 当然了诸位若是想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 我们就不得不从这位老母亲孟阿湘的经历开始说起了 1924年孟阿湘出生于湖北省通山县的一户富贵家庭之中 孟家的土地很多产业也不少 故而作为孟家大小姐的孟阿湘自然是从小受尽了父母的宠爱 他们不光为孟阿湘提供了锦衣玉石般的生活 还不管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得的封建思想 使得孟阿湘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有钱有文化 这些还不算 最重要的是孟阿湘长得还十分的美丽动人 所以就在他十多岁的时候 上门提亲之人便踏破了孟家的门槛 不过对于这些人孟阿湘却都不满意 因为在他的心里早已有了一个梦中情人 而此人正是他舅舅家的表哥 他与表哥从小就是青梅竹马 表哥也十分喜欢这个漂亮可爱的表妹 二人可谓是情投意合 再加上双方的父母也深信 娘就亲的习俗十分看好他们 于是乎就在孟阿湘二八年华之际 他便如愿以偿地嫁给了表哥 孟阿湘婚后的生活很幸福 丈夫也十分疼爱他 就在之后短短几年时间里 孟阿湘还接连生下了三个女儿和四个儿子 过上了让很多人都为之羡慕的儿女双全的生活 然而此时传统医学还没被普及 他们哪里知道表哥和表妹是不能结婚的 就算是结婚最好也不要生孩子 因为他们之间属于近情 是很容易单身畸形儿的 因此随着几个孩子的逐渐长大 女儿们还好都很正常 但这四个儿子却让两家人险些崩溃了 他们正经地发现 前三个儿子的智力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缺陷 而老妖虽然智力没问题 但身体上却十分的矮小瘦弱 不能干重活不说 就连日常生活都维持不了 这对于孟阿湘夫妇来说 打击可谓是巨大的 因为这几个孩子不但做不到眼儿防老 甚至今后连自己都永远无法养活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孟阿湘夫妇该怎么办呢 是选择将他们抛弃 还是想办法养活他们呢 答案自然是后者 由于在战争的影响下 孟家家到中落 所以为了几个儿子 孟阿湘的丈夫便去往了县城打起了长工 而在丈夫的努力工作之下 家里的情况虽然依旧是不好 但也始终能勉强维持着温饱 然而很显然 上天并没有放过这可怜的一家 就在几个女儿相继出嫁后不久 由于太过操劳 孟阿湘的丈夫便病倒了 并且由于没钱医治 他也就这样在病痛和遗憾中离开了人世 丈夫的离世 对于孟阿湘的打击很大 他不知道该怎么撑起这个家 也不知道该怎样 才能养活这四个酷民的孩子 于是就在此时 他的心里也是燃起了离开这里 改嫁他人的念头 可即便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已经想得很好了 可最终看到这几个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他也还是没能狠下心 就这样 孟阿湘开始孤身一人 养活起了这四个孩子 他先是承包了几亩地 又帮着村里的乡里乡亲做起了杂货 每天早出晚归的 就为了换一口吃的 不让儿子们饿倒 不过即便孟阿湘已经这么努力了 半大小子吃穷老子 随着儿子们年纪的增长 他赚的钱换的饭 也始终供不上他们的需求 面对这种情况 在万般无奈之下 家中的老四 也就是那个智力没问题 身体不太好的老妖 为了不让母亲太累 也为了几个哥哥便站了出来 在一个傍晚 他偷偷地离开了家里 去往了县城打工 而有了他的帮忙 孟家这才终于是挺过了 最艰难的那段时光 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原本的那位美丽的孟阿湘 在常年累月的操劳中 也逐渐成为了孟阿婆 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不少 有时候注意力甚至都无法高度击重 只让孟阿婆感到了深深的无力 她的心里也逐渐涌出了一个念头 那就是如果有朝一日自己不在了 这三个儿子该怎么办呢 没有了她 儿子们会不会饿死 会不会被人卖了呢 这些想法瞬间 就让孟阿婆感到了一阵后怕 因此从这时起 她便绞尽了脑汁 开始思考起了未来的对策 首先是生活上的问题 由于孟阿婆的二儿子 乐剑座智力还算可以 于是孟阿婆便将未来 照顾老大老三的任务交给了她 乐剑座虽然傻 但也明白母亲的苦心 所以即便学起来很累很困难 可她还是努力的坚持了下来 逐渐的像一些 洗衣做饭的家务货 她都能独自完成了 而看着她已经学会了 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技能 孟阿婆这才终于是暂时放下了心 其次是生计上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孟阿婆想了很久 她第一个想到的办法 就是将三个儿子送到养老院去 让政府带位照顾 可在她将这个想法告诉三个儿子后 他们却罕见的一致选择了拒绝 至于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他们害怕在养老院中 被其他人瞧不起 也确实 三个智力有缺陷的男人 别说是一起的老人了 就算是养老院的护工 都不太可能不嫌弃他们 而想到此处 孟阿婆也是否决了这个方案 那么不去养老院 无法赚钱的他们 该怎么养活自己 就算是不穿不用 吃饭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当然 这也是孟阿婆最在意的事情 她辗转反侧地 想了无数个日夜 这才终于是想到一个笨办法 那就是积攒粮食 说干就干 在这之后 孟阿婆便硬扛着自己90多岁的身体 在老四乐见酒的帮助下 开始收集购买粮食 随后 她又将这些足足有一千斤的粮食 放到了三口大缸之中 做好了密封处理 可就在她做完这一切 心里稍稍有了一丝安慰时 噩耗却接二连三地传来了 首先 是孟阿婆自己倒下了 常年累月的操劳 让她染上了肺病 经过医生的检查后 推断她已然是命不久矣 其次是老大乐建瑞 为了出门看望 在医院住院的母亲 也不幸从高处摔下 使得下半身彻底瘫痪 并且 即便当地政府 已经给到了很大的照顾 给老大免除了大部分的医药费 可最终 病情十分严重的她 也还是没能挺过去 最终在医院的病床上去世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感觉 有多难受 先信大家都能想象得到 要得知儿子去世的消息后 孟阿湘整个人 顿时就崩溃了 她不吃不喝 不接受治疗 甚至就连政府派人来劝慰 她都丝毫不听 而在这般的折腾之下 最终在2016年7月 孟阿湘也是紧跟儿子的脚步 离开了人世 在去世前 孟阿婆就坐在自己的床上 一边看着大儿子的遗像 一边哭诉 她说 都是我对不起你啊老大 都怪我和你爹不懂事 要不然的话 你们兄弟几个 也不至于落得个 支力不全的下场 是娘对不起你们 现在娘也要不行了 要去找你们的爹和大哥去了 今后就要靠你们兄弟 三个自己的了 说到这里 孟阿婆停顿并思考了一会儿 随即便转过了头去 对着老四乐见酒说道 老四 你二哥三哥 以后就拜托你了 今后你多担待着点 家里有粮食 你不用花钱 一千多金足够她哥俩吃了 你就多来看看他们 多陪陪他们就行 知道不 听到母亲已经是有气无力 却依旧在关心儿子们的未来 此时的乐见酒 也是再也抑制不住 内心的心疼了 于是 她便靠在了母亲的怀里 哭着对这位可怜的老母亲说道 妈 你放心吧 只要有我在 只要有我一口吃的 就绝不会委屈到饿到他们 而听到乐见酒的保证 孟阿婆这才终于是欣慰地 闭上了眼睛 只不过 这一闭 她就再也没有睁开 那么在这之后 没有了孟阿婆 只剩下的两个智力障碍的儿子 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原来 就在孟阿乡去世后不久 她的三个儿子 并因思念过度 也随着母亲去世了 现如今 也就只剩下 智力还算健全的老儿乐见酒 还有老四乐见酒兄弟二人了 只剩下他们两人 自然日子过得就方便了不少 再加上社会各界 也都得知了孟阿婆 为了儿子攒下千斤粮食的伟大事迹 纷纷伸出了援手 所以现在 他们兄弟二人不单住上了新房子 靠着政府给他的补贴 也不用再外出工作了 而看到这一幕 相信孟阿婆的在天之灵 也就能够安息了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视频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关注 支持一下